我們第一次進到那個品牌 是去那個法國的那個名牌店 就是那個包包的名牌 然後就是都不敢進去 還穿球鞋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今天開門我們倆是第一個進來的人 然後我們就進去 然後那個人也不幫我們開門 我們就進去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在清掃那些東西 都沒有人理我們 然後他們就在裡面這樣 一直不好意思 這樣一個多小時都沒有人理我們 結果那整個店都已經爆滿了 我跟你講 因為我當時戴牙套 我當時戴牙套 然後之後整個店 他們是不理 就是假裝沒聽見 然後就最後整個店已經爆滿 然後世界各國觀光客 都是日本跟韓國人 對 然後很多人都已經買了 然後一批進一批出 然後我們倆就站在那中間 都沒有人理我們 好可憐 然後他居然就在那沙發中間睡覺了 我先把他眉毛老拔完才睡 我就睡在那拔 然後拔完之後就睡覺 然後最後我實在等太久 我不懂你為什麼不離開 因為他 我們想說要去買人生當中 第一個LBU包包 然後後來我就走到門口去 觀察進來的人 到底是為什麼可以找到那個收穫員 結果他們進來之後 就有一個人站在那個Lobby中間 你要先登記你的名字 然後他會告訴 他就會叫你的名字 然後跟你講 你的那個售貨員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就去找他 而且更變態 我跟你講那些韓國人 他們到那個櫃台就會說 我要什麼型號 對 什麼型號 他自己先查好不好 對 然後他們看那個目錄 然後我就走到那邊 然後就很緊張 他就他這樣站在我面前 因為我們已經登記牌了很久 站在我面前 然後我就說 我要那個包包 他就說 NO 我說Nope 然後我就說那 那那一個 他就說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擺在櫥窗上不能賣 然後我就說 那我可以看一下那個本子 那個目錄 他就說 NO 然後我們兩個就站在那邊 對 這邊對看 結果我們就已經站在那邊 就抓狂 我就說那到底什麼能賣啊 什麼就在那邊大喊大叫 然後他們就害怕 他說好 那你要什麼 我就說那個 然後他就說好 好慘 你裝狂啊 就趕快包一包 幫我們打發手 而且我本來想說 就想要跟他們爭 就在那邊睡 然後睡醒 他還沒有買到 然後我就越來越不乾淨 我說徐企員 你今天一定要給我買一個東西回睡 對啊 整個被瞧不起耶 你用英文大喊 就用英文大喊 What can I buy 什麼什麼在那邊說 那為什麼他會有我沒有 什麼這一類的 我好想看到這一類的 他一直說 I want that I want that 然後那個女的這樣 NO NO 我說What do you have 就為什麼不能賣 罵人是有英文都好留 真的 對 結果就可以買了嗎 本來NO的東西就可以買了 結果後來就因為叫太大聲了 他就說那你要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一指 然後因為指的那個很大 我想說完蛋了 指的那個其他也買不起 我就說就那一個 然後其實心裡就在 我想說指到太大了 對 心裡 就在一個太大了 我跟你講我們法國型 真的吃了很多悶虧 因為我戴牙套 而且當時才39公斤 然後去那個 殺小孩 對 然後去各個店刷卡 那卡都不能刷耶 然後那法國人就會這樣 先刷一遍 然後就不能刷 他就會說 You can use this card 對 而且還會這樣子轉 衣服好像我是小偷還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算算不要門 為什麼你也卡不能刷 因為台灣就是有一些銀行 在國外如果是週末的話 他就是要打電話詢問什麼 那法國人他們就很懶得打電話 後來我都不敢買 因為怕他們覺得 我是那種偷父母的卡 出來購物的人 媽و 我須快不敢說 我拜託 我妹 不是